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 军官大根接收了一个新的部下 大郎 在审核的过程中 大郎的妻子 今年的名字吸引了大根 今年是华侨 生日和大根是同一天 大根的妻子是他上司的女儿 为了让他能有更好的发展 妻子总是为他准备着一切 有着失眠症的大根 夜晚出门透气 却遇见了金莲 他对他一见钟情 大根去参加妻子安排的慈善聚会 帮忙照顾病人 妻子在照顾病人的时候 病人突然拿起了刀 金莲及时发现救出了他 自己却被挟持 大根为了救金莲受了伤 金莲也中了枪 大根带着花 探望了金莲 并将他钓的耳环还给了他 大狼邀请大根夫妇去野餐 他说起了 大根在越南的英勇世纪 他非常崇拜大根 大根的身上 带着有纪念意义的打火机 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他把打火机塞到了金莲的包里 在金官们的聚会中 相貌出众的金莲被团长邀请跳舞 其间团长的手不停地在他身上游走 看到这一幕 大根灌醉了自己 担心他喝醉的金莲来到厕所找他 大根冲动之下亲吻了他 金莲轻轻推开他 走了出去 大郎夫妇来到大根家做客 大根偷偷把约金莲跳舞的纸条塞给了他 金莲赴约到大根车里 两个人就像点燃的火柴 激烈地做起了成人体操 晚上睡不着的大根 端着海带汤来找金莲 同一天过生日的两人一起喝了汤 他们对彼此都渐渐产生了别样的情感 大根和金莲在客厅里翩翩起舞 两人度过了疯狂的一夜 回去的路上金莲突然提出 结束两人的关系 以后不再见面 伤心的大根诬陷大郎带进非法物品 大郎却逃过了这一劫 大根在家举办聚餐 金莲也来了 喝醉酒的大根看着他 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情感 他在众人面前吐露了自己的心意 妻子离他而去 他被降职发配到越南前线 不久之后的一天 金莲遇见了一名军人 军人给了金莲一张大根和他的合照 大根死在了越南 照片是他最后的遗物 金莲看的照片痛哭不止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爱一个人就应该勇敢 不要等待 不要去想对与不对 真心能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不要等到失去后 才独自后悔